一般的姐妹淘聚会常常是逛街喝下午茶 但是在苗栗有三位姐妹却是相约一起发挥爱心 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 照顾失青受虐的小孩 家父中心希望借由他们的例子 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一起来加入寄养家庭行列 曾经荣获内政部颁发优良寄养家庭的朱沛山大姐 投入寄养工作已经六年 威威道来照顾寄养孩童的辛苦 说真的啦寄养的工作没有这么的简单 像我之前有带一个是三年级的孩子 那个孩子呢他是属于 他会有躁育啊 然后呢带起来非常的辛苦 那个蜜月期一过 就变了这样子 什么就是原型 他什么问题就来了 受到大姐的感召 两个姐妹也陆续投入家庭寄养的服务 姐妹之间互相帮忙鼓励 几年下来已经帮助不少需要关怀的孩子 能够说帮助这些似亲似义的小孩 帮助他们说 让他们说也有一个很温暖的家 也不错 他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他连话都不会说 也不会走路 现在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说 他现在也会讲 也会讲话 然后走路也是走得比较温 成为一个寄养大家族 不但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 对于原生家庭的孩子 也有正面教育意义 因为我生两个儿子嘛 他会跟这个小朋友去互动 然后我会说 别的小朋友会到我们家 你看 你们在这个 生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 要去分别去珍惜大家 感谢他们的付出 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打开家门 让爱住进来 投入寄养家庭的行列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彦如江淳慧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